當年清除的時候 那個地方是 爐茶的山 但是現在這個山也不見了 這些國有地呢 在109年10月1號 明明知道郭載清 他是華盛公司的負責人 他不乏掩埋爐茶 就租給郭載清 我就問有建造嗎 國產署說他不知道 台南市政府就何可了 如果台南市政府不講清楚 我成交法不排除 發動罷免懷悔則 因為在華盛公司的鞋對面 就是民鄉新二場 就在那個地方不到100公尺 然後在我們的左手邊 就是雪甲新葉段61號 就是郭載清等人 不乏掩埋爐茶 爐茶的地點 那在110年開始 就開始清除爐茶 除了左側的這個 新葉段61號 還有好幾個 在檢察官偵查中 郭載清等人 有向環保局提出清除計畫 那那邊的爐茶呢 是放在這邊的民鄉新二場 那數量呢 有好幾萬噸 好幾萬噸 那當年呢清除的時候 那個地方是爐茶的山 很高 但是現在這個山也不見了 所以我們會請環保局說明 到底爐茶跑到哪裡去了 這是第一個 那在109年10月1號 國產署把這一塊土地 我們後面這一塊土地 就是雪甲新葉段 51-3號 還有63 64號 這些國有地呢 在109年10月1號 明明知道郭載清 他是華盛公司的負責人 他不乏掩埋爐茶 在雪甲的農地 還有工業區 我們左側的新葉段 很多比工業區的土地 都埋爐茶 那我們後面的土地 就租給郭載清的華盛公司 華盛貿易公司 那我在上個月 7月7號召開記者會 就是說為什麼 這邊在蓋呢 這邊有在興建呢 國有地為什麼在興建 然後問國產署 國產署才說 租給華盛公司 那我就問有建造嗎 因為去年就開始蓋了 國產署說他不知道 不知道 今年7月前 國產署說不知道他在蓋 但是因為呢 這個跟國有國產署租國有地要蓋 要新建建築 依台南市的建築自治條例 要經過國產署的同意 但是國產署不知道 那台南市政府就可何可了 而且國產署跟華盛公司的合約裡面 也明白的寫著 需要國產署同意 同意才能夠來新建 所以顯然華盛公司 在沒有取得同意 土地同意書之前 就台南市政府就發給他建造 那另外我們認為 這個是有嚴重的行政的抵觸法規 包括剛剛說的 台南市建築自治條例 還有跟國產署的合約 都有明定這個規定 好那再來就是我在7月7號記者會說 這個本來是水池啊 在109年10月1號之前 都是水池 那到底填了什麼東西 請台南市政府 請環保單位要調查 但是呢 我們看到他7月14號就來調查 那我覺得這個很好啊 但是我們從7月14號以後 到現在已經一個月了 我們跟台南市環保局 索取調查報告他都不給 國產署跟台南市環保局 要調查報告他也不給 督察總隊現在的環管署 跟台南市要調查報告他也不給 所以今天我們才來現看說 看看你到底挖在哪裡 我自己沒有預設立場 我只是說你們既然來挖了 發報局既然來挖 你告訴我挖在哪裡嘛 那挖多深報告給我 我也不用今天一定要來現看 但是你們都不講 也不給國產署 也不給督察總隊 所以我們一定要來看清楚 如果台南市政府不講清楚 我陳嘉華不排除發動罷免黃偉澤 我陳嘉華不排除發動罷免黃偉澤 不要以為你黃偉澤市長 市長你大選市長 沒有人敢罷免你 廢棄物野蠻這麼嚴重 都不調查清楚 跟你要了一個月的報告 都不給 這個是我覺得 我代表人民我要表達我的憤怒 現在雪獎還有很多塊 埋爐茶到現在郭再清也埋爐茶 還沒有清除 媒體朋友有興趣 我們等一下可以去看 還有 還有很多 今天主要是因為我在7月7號 發現這裡的國有地水池已經被填平了 而且才知道國有地已經租給 而且負責人是郭再清的華盛貿易公司 然後我是建議 因為郭再清有在旁邊掩埋爐茶 所以呢我就建議應該要來調查 但是呢環保局都沒有通知 然後就來挖 然後就說沒事沒有埋 那今天我們才拿到 他原來挖的地方是這幾個點 就是在周圍的地方 那我們認為還是要調查清楚 我們當然不預設立場 希望能夠調查清楚 到底有沒有掩埋爐茶 更何況 郭再清之前掩埋爐茶好幾萬噸呢 都堆在我們對面的民鄉新二廠 但是那些爐茶現在也不見了 所以我們不知道環保局有沒有查清楚這些爐茶的流向 所以今天我們認為國有地國參署應該善盡管理的責任 那環保單位應該確認田的土方有沒有問題 那到現在我們看到挖了總共有三個點 那第一個點看到有掩埋黑色的異常的這個固體物 那目前因為這裡是水池很深 所以目前挖到三米的地方 可能還是有它的極限 不過到目前還沒有看到有類似爐茶的東西 那等一下我們還會再挖一個點 然後最後再確認 然後也希望我們的廢棄物在台南市政府 能夠好好的管理廢棄物 因為廢棄物的管理目前台南市是做的最差的 發現有不當的掩埋也都沒有好好去處理 沒有去清除 所以這個問題凸顯我們環境部已經掛牌升格了 應該要好好的做好環境保護的工作 那是對市府的處理有一點不是那麼的滿意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要發動罷免 好那我們真的很奇怪喔 如果是台南市政府你在這個點呢 你沒有土地同意書你就給它的建造 然後國產署沒有同意書 然後事後又補同意書 然後環保局來調查也沒有通知 然後也不給報告 我們認為這樣的作為是非常不好的 那台南市已經變成一個廢棄物的城市 所以如果繼續再惡化下去 我不排除發動罷免黃偉哲市長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肌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我們會兒提起 看大腦的主要 每次都會兒童之間 現在麻煩還是